Hello 台湾的朋友大家好 我叫于清平 然后我是一个film maker 是一个电影人 然后也是一个scientist 其实我主要做的研究 就是关于冰雪的 因为对因为做研究 发现写的论文 没有多少人可以读得懂 然后就开始想 那拍出来影片 大家应该都能看得懂 然后就开始拍影片了 对 然后我本身是scientist about training 所以我是在阿拉斯加读的地球物理 然后我现在还在读 雪崩的研究 然后主要做风吹雪雪崩的研究 然后这个研究是用于看 春天的时候 那个溶雪的这个水 就是会不会有溶雪性洪水啊 然后会不会有极端的气候啊 因为冬天的雪 其实冰雪是最直接的 我觉得就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冬天 因为冰雪是最直接的 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变化 它太直观了 你能看到冰川在变小 你能看到降雪在减少 然后你能看到春天的时候 溶雪性的洪水在增加 然后你能看到夏天的山火在增加 就比较直观吧 我觉得其实就是climate change 然后气候的变化 然后它不仅仅是就是全球的变暖 然后它有很多就是极端的天气啊 然后让我们的地球的整个生态会有影响 所以你作为一个户外人 你本身在自然的环境中去享受自己的运动 你就可以最直面的看到 然后你像潜水你会看到珊瑚白化 然后是因为海水变暖 然后爬岩的话 如果气温就是气候的就是就极端嘛 然后你你就可能会有增加很多落实的风险 然后这两年我觉得 因为我很多朋友就在台湾 所以我也有关注到台湾这两年 特别是今年的极端天气啊 然后自然灾害都特别的多 你其实都可以看到 就是有方方面面的影响 你爬岩的话 这个石头它就不稳了 然后就有很多落实风险 然后如果去Tedling的话 也是啊 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水位在哪里 因为那水的这个水位变化太大 那今年我们夏天去华卡路独木舟 然后就是就要经常去查个水位在哪里 然后有的时候 平时应该有水的时候 就是那个水位太低了 就没有办法 然后过不去 有一些河流 嗯 对 然后它就能影响到 河南的方方面面 我觉得你连飞伞都会影响到 对啊 你现在就是极端天气 嗯 特别是在山区 本来就是小的气候 你就很难预测这种天气预报 现在极端天气 然后就更难知道 嗯 这天气怎么样 会不会突然间有变化 我觉得这小短片和你们的这次 就是游行还蛮切合的 就是嗯 就拍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就想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嗯 其实可以最直观的影响到小孩子 影响到下一代人 然后年轻一代 他们长大之后 才会发现 哦 这个地球被我们这代人都玩坏了 嗯 我觉得就是很disappointed 然后拍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 一个小孩出去滑雪 他本来想滑雪 然后没有滑到 然后吃冰淇淋都因为太热 然后冰淇淋都溶掉了 嗯 本来是想拍这个主题的 就是想用一个小短片 引发大家的关注吧 然后想用一种 嗯 幽默的方式 然后来转达这个信息 啊 他拍的那个是 就是是另外一个家庭 是我们朋友的一家 嗯 其实就是想说 他拍那个家人是因为 他的小孩都已经长大了 然后马上就要离开家了 就是在于 都已经成年了 马上就是要离开家 去过他们自己独立的生活了 然后就很难有这个机会 让这个小的家 让他原本的这个小的家庭 在一起 就是全家一起去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 嗯 我们的这个朋友 然后就找阿苏 就一起去做了这个纪录片 然后也想去分享 这个信息就是 这个这个爸爸 就我们的这个朋友 这个爸爸 他 就是他小 就是他的孩子小的时候 他带他的孩子去看这些 就是冰川呀 然后这些山川 嗯 他就很怕 就是在他有生之年 这些都不见了 所以趁着有机会 然后就带 最后一次机会 但是他孩子离家前 最后一次机会 带孩子去看一下这些 嗯 这些有可能之后 就看不到的地貌 对 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在就是洛基山 加拿大的洛基山的一个小镇 叫Camel 就离班夫的国家公园 20公里吧 嗯 很近 所以就是我们去到这些 我们本身就在自然环境里面 离这些 嗯 地方 嗯 就是接近性都比较方便 然后但是他们这个行程 是穿越了整个 就一条 他们就是穿越了部分的 那个Grid Divide 这条TRAIL 然后算是就是 嗯 就走的也不是正常 就常常说走的路 他们有从瀑布上 REPAL啊 然后那些 哇 然后因为他们家就是还喜欢 就是PEDALING STAND UP PEDALING 所以也有背着那个STAND UP PEDAL PEDAL 然后上山 有呀 就是江大本来冬天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从9月就开始下雪了 其实 经常9月就下雪了 然后一直下到 嗯 一直到 就我们当地的学场 5月中旬才会关门 所以就我们的冬天 特别特别的长 然后我们的夏天就 我们的春天很短 就感觉 之前你感觉春天 还有一点春天的 就是嗯 你感觉就是它至少过了半个月 或一个月时间 才进入春天 春天 现在就变成很极端 然后你从冬天过完 就立刻变夏天了 然后春天很多都没有感受到 然后你从周围植被 也可以看到 那个花粉的变化也很多 本来花粉是 就是逐渐逐渐逐渐增多了花粉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 气候变得很极端 然后就一下变暖 然后就突然间花粉就爆了 一天两天就直接全部爆掉 然后植被长得也很有问题 我之前在阿拉斯加还有种植物 然后我在加拿大 在我们这边落鸡山 我从来都没有种出来 因为就是它温度变得太多 然后就是热得太快了 一下热太快 然后所以我种的菜都很早就开花 还没有结 还没有长叶子的时候 它就直接开花 然后就小小的的 对 你所有的菜都booted的太早了 因为它一下变热太快 然后就是其他的户外运动也能感觉到 你像夏天滑独木舟 独木舟是加拿大的就是国民运动 然后就是夏天这个 所有大家都喜欢滑独木舟出去 就是露营 然后现在滑独木舟露营 你都要想 今天这个水够不够深啊 就是能不能滑到我露营的那个地方呀 然后下今年夏天我们本来有一个 我和我的其他girlfriends一起计划一个行程 就是要划船 然后去露营两天 结果就是水不够 然后我们想哦算了一下 要带小孩去的话 还要扛着独木舟 然后去走好久 然后先上岸 然后扛到独木舟 走到有水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划 然后这气候影响还蛮大的 对 然后爬烟 然后攀冰 夏天冬天攀冰的季节也在变短 然后夏天爬烟的运动 也是就是石头 这几年就是凹盘上有很多的落石 落石就是在增多风险 你像越野跑 我能想到就是你像台湾的跑者 应该也很多 你像越野跑的话 我觉得就是受影响也很大 因为你像你讲泥石流的话 台湾那样越野跑的人 跑山的时候 泥石流 你就要很小心啊 就不是一定跑到什么时候 跑到哪里有泥石流 把路冲断了 好危险 对 其实我现在拍一部影片 就是关于这个的 然后就breaking the stereotype who can be a scientist 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 就是特别 我一开始觉得 是因为我在亚洲 成长了这个文化的背景 才会就 才会去限制我自己 想要谁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 然后或者是 在北美 然后读理工科的话 也会看到 就很少有女生在读 然后你就会想 科学家难道都长一个样子吗 然后难道都是白人男性吗 然后我读本科的时候 我的导师就说我也可以出野外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喜欢户外运动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出野外 我觉得 就在我的印象里面 出野外 就是做科考的科学家 都是白人男性 都很高大 然后我就感觉我小小的 然后 然后我其实说实话 我读书也没有很好 然后我就想 那读书不好 可以做scientist吗 然后我导师说可以啊 然后只要你就是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示science 然后所以就是我在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叫inspiring girls exhibition 然后我们这个组织就是我导师创建了 然后就是给高中女生 然后去做field science 野外科学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 就我们这个机构 就是一群女科学家 然后在一起 可是就是我们的女科学家都很不一样 有artist 有画家 然后有clumber 然后就是爬岩的人 就大家都是户外人 或者是就是艺术家 还有dancer 然后所以就是科学家 你可以长成 就是你永远都没有看到 自己是一个科学家的样子 可是就是我通过我身边的人 就看到科学家有不同 就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我有个 我有个girlfriend 她是个菲律宾第一代移民 然后她是个就是 现代芭蕾舞者 就是是个 但她也有做 就是冰川的研究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多时候 我就可能作为女性也会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然后就是 就never enough 然后就是 然后我就拍了 我现在就是在拍的这个影片 就是四个女科学家 然后有dancer 然后有越野跑的跑者 然后有妈妈 然后有在一线 就在做科研的 就是在高校做科研的 然后也有在国家公园 做巡山园的 然后其实就是 scientist 这就 everyone can be scientist 然后还有就是说 climate change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所有的人都可以去 就是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我觉得就是不被下定义吧 然后还有我 我觉得 我最近看一本书 很有意思 就是我有时候也看小孩子 看的书 是Naomi Klein Naomi Klein 是一个加拿大的作者 然后 她写了很多 关于climate change的书 然后有一本书 是写给年轻人的 叫how to change everything 就讲了很多全球的 就是年轻人 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然后讲了很多case study 然后去讲全球的 各种的游行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就是到每一个 就是每个个体上 我们可以做什么 然后这看起来很大的 就是看起来很大的一个topic 然后其实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 就是contribute的一点 像去旅游行 就现在的就是 你像我和阿苏 都是一个没有那么喜欢 social media的人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现在的媒体太快 然后节奏太快 但是他也是就是 有好的地方 你可以传播很快 然后可能change很快 但是给人思考的地方 就很短 然后就是人的思考力 然后还有关注力 在越来越变短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 特别的棒 就特别值得推荐 所有人应该都去看一下 中文叫做 拿回我们的未来 take back our future 但他的英文 就是how to change everything 这样子 年轻气候运动者 抢救地球的深度行动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Chin就是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 关于你对于 climate change action 然后还有你们在那边的生活的 点点滴滴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了解 户外运动到底跟我们户外人 或者是不管我们是任何一个 background 其实我们都可以be the change 区别的аем鸟 对你们想办它 就能竭睡觉 从我们来说